那首先呢 1號呢 我們這個淡淡的粉紅色系 然後叫你淡黃色右轉呢 是現場玉莓姐跟觀眾朋友選 成功機率2 沒問題只有一個月就過去了 一個月就過去了 沒錯 跟上個月是一模一樣的 沒有任何轉機 所以如果觀眾朋友選到這個 那剛好你現在有個困難的話 未來一個月還沒有解決的方法 但一個月過後還是充滿希望 那來看2號呢 有篤玲哥跟觀眾朋友選 深深的紫紅色 搭配一個紫紅色的右轉呢 成功機率1 哪方面有轉機呢 這是事業有轉機 所以觀眾朋友選到這個呢 也許你的事業剛好要跨行 或轉行 或是你要開店 創業 選到這個是最好的 然後事業轉機包含很多 很可能是公司的改革 或是你自己的改革 或是第二專長 總之你的事業是有整個大轉彎 右轉就幸福了 很開心喔 那我們來看中間呢 有兩位老師還有靜晨姐一起選呢 是綠色叫你右轉的喔 這個是80元 這個也是超多人愛的 因為這是財富有轉機 我本來給這個股票終於漲了 賣不出去的房子終於賣掉了 太棒了 然後很多東西在財務方面 都有大大的轉機 本來找不到好的投資顧問 找不到好的銀行 這些都找到了 也找到金主了 所以財富方面很有轉機 超開心喔 那來看第四個呢 是整個粉紅色系喔 觀眾朋友選的是60分 在哪方面呢 桃花有轉機 不愛你的人開始愛你的 不看你的人開始看你了 然後兩方之間溝通 本來有問題的障礙也消除了 老公也越來越聽你的話了 所以桃花方面有大轉機喔 那來看 最後瑞吉姐跟觀眾朋友一起選 淡藍色是40分 這個轉機也不錯 這是家庭有轉機 譬如說小孩更乖巧啦 然後有時家人會有誤會 這些誤會都會解決 然後家庭更融合 本來家人相處都有一些 不愉快的模式 那這個模式也會越來越好 大家相處之間彼此都有共識 所以家庭方面的感情 是有轉機的喔 還好不是危機喔 對啊 不是危機 維持平盤不測試 20分 加油 那兩位都是女主角 但我們講的時候 大家現在看到很多演藝圈的報導 就是女明星啊 漂亮啊 女主角啊 通常都是 嫁豪宅 嫁條件很高的 像瑞琪姐 可是妳就不一樣了 妳是屬於 先苦後甘 妳們現在很幸福 可是剛開始的時候 妳嫁的並不是一個豪門 妳嫁的是一個有負債 的老公 然後已經有三個孩子的老公 就妳還是傻傻的要嫁給他 對啊 其實我覺得 人生的機遇有時候就是 緣分嘛 對 其實我認識她的時候 她是財富最好的時候 對 然後在交往的過程的時候 她才慢慢慢慢的 就是 然後她事後跟我講了 我不太服氣這句話 她說我知道我要跟你交往 我一定要付出代價 對 所以沒有啦 其實這是一個緣分 後來因為 其實是一個時代的變遷 她原來做唱片的嘛 然後來因為整個 我們時代的消費型態 還有整個科技的發展 所以 那也不只她啦 因為所有才能夠 只是我們爆發的比較早一點 後來我覺得說 其實早一點的話也不錯 為什麼 我們的洞就挖得比較小 對 後來我們就花了很長的 一個時間彌補過來 對 那當然在過程當中 那有一些酸甜苦辣的事情 也曾經想就是說 因為正好在危機的時候 兩個人會陷入一種焦灼嘛 那焦灼的時候 在我來想的時候 可能要拉一點距離 讓彼此有一點思考的空間 當然會考慮啊 你說這種 你也不只自己考慮 身邊所有的家人都會講 你怎麼會 怎麼會要嫁一個已經有負債 或者公司快要垮的人呢 不過基本上 那時候我家裡人 也滿喜歡她的 只是家裡人也沒有給我 太多的壓力 對 那只是那時候就覺得說 因為有家庭的關係 然後有事業的危機 然後加上我自己 假裝限那時候 也是不好的時候 對 所以有很多 就是等於是 正好29歲那一年 所以妳就做了一個 很大的決定 對 要離開她 離開她 對啊 那當然 因為她有三個小孩 妳是怎樣才29歲 要直接去做 妳這樣三個小孩現成的嗎 其實跟小孩 後來也沒有 實際上仔細想起來 沒有太直接的關係 我覺得主要是我 自己心態的問題 她後來還是決定回來接受 對 對 對 因為其實那時候我到了美國 我們不時的 因為那時候我妹妹 她們姐妹都在美國 我常常還是會跟她有電話的 所以其實她並沒有放棄 妳們這段感情 沒有 沒有 那時候假抗蠻嚴重的 大家其實 因為好漂亮好漂亮 可是假抗整個人會 整個人會變形 對 眼睛變得很嚴重 大家會 哇 就是好可惜 是 所以妳會 她在妳整個人那個時候 假抗生病的時候 她都還在妳身邊 會讓妳覺得 對 然後她說 她認識我的時候 是我最醜的時候 對 然後她就一路這樣照顧我 然後最後我還是選擇 回到她身邊這樣子 所以妳就其實也覺得 她是一個很有擔當的男人 對 就像公司那時候 有一些財務上的問題 然後我們碰到最後一批貨 被退回來的時候 然後她身上她欠了多少錢 她從來沒有給我壓力 我只覺得說 我還會怪她說 妳幹嘛臉臭臭的 她都不講 一直到事後 她解決問題以後 她才會跟我講 其實那時候她是怎麼樣怎麼樣 對 像譬如說碰到像 我們退貨回來的時候 公司員工都各有發展 那我們就只好兩個人在中庭 我們要去撿那些貨 整理 然後就有一些員工 有一些上班的人 就看到我就 劉瑞琪小姐 我好喜歡妳 那個搭錯車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我蹲在那裡 我就說妳好 她說妳好漂亮 我說謝謝 然後我就投地下去 我繼續撿貨 然後他們就 反正就是在那個中庭裡面 就人來來往往 來來往往 可是妳碰到了 妳還是要去面對 就是這樣 後來我覺得這一些 都變成是我們生活裡面 讓彼此能夠更靠近的一個字 是 一起走步 對 所以其實那一天在頒獎典禮上面 瑞琪姐 忘記了跟老公說謝謝 要不要趁這個機會 對啊 會啊 胡說一下 我已經在家裡已經說過 很多謝謝了 我覺得透過鏡頭 她現在正在看 感覺會不會一樣 其實 這麼多年我很謝謝 因為那時候我一直想要講的就是說 她讓我吃好 睡好 讓我很專心能夠拍戲 不去擔心很多事情 然後她照顧我 像照顧小妹妹一樣 對 我 我任何怎麼樣她都OK 對 所以謝謝妳 很多的包容 對 然後這也真的是 有時候患難見證 對 它是由衷的感覺 她在妳生病的時候 妳最不好看的時候 她還在妳身邊 對 然後妳也在她事業最谷底的時候 妳也在她身邊 對 對 這些過程都是現在回想 最苦的回憶 有的時候都是最甜的 對 我們有想到 我會 我不要哭的你知道嗎 因為其實妳那天得獎 我覺得妳們兩個相擁的那個感覺 就會覺得說 妳們第一好針對外型 然後我就感覺得出來 那個喜悅是 我竟然忘記她了 現在很嚴重 我覺得每天都感受得到 對 其實這個感謝可以說一輩子 是 對 是 好感動喔 大家都想有這樣子 有擔當的老公 有苦都自己吞 我們都回家不會跟老婆說 如果說妳已經有老公 但是不確定她有沒有擔當 現在有幫忙可以教妳 來 冠宇老師 請教我們擺一個風水 可以讓老公有擔當 可以讓我們老公有擔當的風水擺設 有哪些呢 第一個 我們要介紹第一個 只要妳其中其中的一個都會有幫助 一個 藍睡床之來氣方 什麼叫來氣方呢 就是說我們家裡面 臥室裡面一定會有一面是床 是 所以 床就是氣來的這一邊 所以一定要讓藍人睡氣來的這一方 我窗戶在哪邊 光線哪邊來 所以藍人要睡到光線這一邊 不管它是腫還是油 所以一定要睡來氣方 這樣子它就會有擔當 是 第二個是什麼 載著西北方掛寶劍 我們就有陽仔裡面 他講的是八卦 八卦你西北 它代表權掛就是老大 所以權為老父 所以老父的掛位裡面呢 你用的寶劍就代表他有權威 他有權威的時候自然就會有擔當 載著正東方指揮棒 正東方息日東生 所以你要一個指揮棒 就是我們一個指揮棒在的時候 我們指揮在用的指揮棒子的時候 你看我們房子的正東方的時候 代表虛日東生 就把這家裡面掌嵐 就是大有家裡面掌嵐的氣魄 所以掌嵐就是對家有責任 所以護 護的話它本身長子雲護 所以這種狀況之下 所以你在這個長子的掛位裡面 來把一個指揮棒 就代表它能夠鋪風換你 它對這家裡面 它自動也會有擔當出來 是 第四種是